大家好,我是张大蕾,我们现在是在卫士县围川镇,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围川老式手工豆腐的制作方法。 这是泡好的黄豆。 你这豆跑多少年? 现在是在卫士县围川老式,根据前面温度出来。 根据几节温度的变化,然后它跑多少年? 这都是在串通收集的智慧啊。 对。 这个是煮浆的大锅。 那种面,专业名字叫啥?就叫露珠子。 专业名字叫老江。 叫老江,等于说是老江煎豆腐。 这个老江煎豆腐,它是犹豫菌发酵。 给它整个老面是一个道理。 它整个不是丢一块老面。 明天再整个来,把这老面一泡,你浇个杂豆。 这样就是,今天它把这个酱,淀住了,把这个酱再倒进钢了。 倒进钢了,明天就可以用。 它是犹豫菌发酵,我们就任何复作用。 一块老鲫菌发酵。 就这一个花。 明天你不回来啊。 加点点来一个糖. 一般的老盆花,都是这个,欠头勺货,后头冒一的,就是那边勺货,这边落个烟囱,在后边落个烟囱,那边已经得到个五六勺,不为省,这个是,前面勺货,这个烟囱, 你省后边刹过去,再刮回去,给它掺揍出去,它的薛面是自来缝,它的涂面就是大拉妞,大拉妞,对,这个大拉妞花,你干气干日子,你对这一个花,就不做,这个尺寸搓凉汁它都不做,对,在这种熬法需要熬一个半小时左右, 这是锅里盛出来的豆汁,非常的浓,看一下,非常浓,豆香味非常重, 姜汁熬了一个半小时,把它抽到缸里头,准备开始点豆腐, 这盆里是一盆老姜,现在都开始点豆,老姜用的量多量少,全凭经验,多年的经验来掌握, 要不然做出来豆腐,老论把握不好, 看看啊,豆腐形成了啊, 这个做豆腐,吃的东西不能走捷径,你只有这个一劳奔净的这种做法,一点点做,才能做好, 这下面的都是豆腐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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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豆腐, 豆腐, 这就是压制做好的豆腐, 这就是压制做好的豆腐, 得到, 谢谢观看